之前在台湾宣腾一时的脚尾犯 在大陆上演这样的事件变成脚尾花 这是大陆不肖业者居然趁清明节的时候 到这墓园偷祭祖的花 拿来再卖一次 还有更夸张的是把康乃馨插在菊花的根筋上 这样的行径呢令人哭笑不得 清明节祭祖要用菊花 但是仔细看看这明明是菊花的根筋 怎么开出了康乃馨真是特殊 怎么回事再看清楚一点 原来这是一朵拼接的花 康乃馨的花朵用根牙签接到菊花的金上 都是拼接的 而且这整个一个花篮 它可能卖给我们市民就是八块钱六块钱 很便宜 很便宜 但是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常识的人都知道 到正规的花店去买 这一个花篮肯定会要几十块钱的 原本几十块钱业者降价求售只卖六块八块 但这赚的可都是无本生意 不像业者从鲜花市场捡来被丢弃的花 或是从墓地里偷祭祖的花 再用牙签把花跟根连起来一甲乱针 再卖一次叫人苦笑不得 清明节走进墓园 立刻受到店家围攻推销 先拿着嘛 你先接一会儿都没有人去追你 你先拿着嘛 拿着 我要不接你这些 你们就一切都对 你来谁的 你来谁的 我真的没有人接你 你来谁的 聪明的消费者可得仔细看看 别只问价钱 因为捡到便宜买到的却是特殊的劳作花 中天新闻文奇综合报导